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还是比较尊重年轻人的想法 难怪婆媳相处特别融洽 这次项家大孙女百日宴 项家也请了小S夫妇 肖震腾等明星 曾会常不知看 规格还是非常豪华的 项华强作为娱乐圈大佬 请明星参加孙女百日宴 肯定有不少人给面子 在百日宴之前 项左也提前晒照预热 郭碧婷天脸老公 虽然戴着口罩 但是依旧一脸幸福 而且项左还摘出一家三口牵手照 女儿小手萌萌的 本以为项左也会和许多明星一样 会为了保护女儿 不曝光孩子正脸 这次百日宴 项家大方秀娃也是接地气 18岁那年 郭碧婷参加了在台北西门町 举办的美少女选秀 从而被巴掘出道 她明白自己不是出身科班 唯有出众的外形 可以让她在村内拥有一席之地 她便主动选择模特方向发展 稳步向前 19岁 郭碧婷接连出演陈毅迅 孙言之 王力宏等人MV 又与吴远天合作拍摄广告 在演唱会上和安信携手演出后 表现出色的她有了些许名气 戏约找善门来 对于处女座的选择 郭碧婷非常慎重 清新挑损下 她决定与郑当红的黄胜一 和蓝正龙合作 随后她又搭档张孝权 登上大荧幕 获得了不小的关注度 真正让她一举成名的机遇 还是在2008年 她揭拍益达口香糖的广告 一句 嗨 是你的益达 使她长发飘飘的模样 深入人心 成为万千少男 向往的大众女神 此后 郭碧婷的演艺录 行进的稳扎稳打 2012年 郭碧婷的IP大作 《小时代》开启选角 她找来最符合角色男校的 郭碧婷 电影和人一胖而红 赢得一片赞誉 郭碧婷从此进军内地影视圈 但恰逢蓬勃发展的流量 时代拉开大幕 她开始迎合圈内出现 不断进行炒作 每拍一部戏 传出一个绯闻 分不清真假 令人捉摸不透 她和在《小时代》里 饰演情侣的江潮 传出恋情绯闻 CP热度极大时 她自曝 遭到男演员的性骚扰 导致江潮被众人嘲讽 是一厢情愿 她又和共同拍摄 《咱们结婚吧》的李晨 传出假戏真作 发布会上的暧昧贴脸 拥抱 引得不少人产生怀疑 然而 范冰冰突如其来的公开恋情 郭碧婷便再也无人在意 2014年 她与韩国男星李敏昊 合作一线钟情时 大赞 怎么会有这么完美的男人 李敏昊也热情回应 郭碧婷就是她的理想型女友 其实郭碧婷本人只透露过自己的初恋 那是一位很酷的鸡车男孩 早年单日模特工作 网友顺藤摸瓜 发出初恋就是陈柏林 二人再度被拍到亲密摸狗照片 传出旧情复然的消息 他们却双双否认 此外 还有一起约犯的王思聪 不论是真恋情还是虚假炒作 郭碧婷从这些绯闻中都获益良多 毕竟代表作品寥寥的她 靠这些花边新闻维持热度 不是唯一个好办法 2017年 郭碧婷和向左相遇 初时就带着偶像剧色彩 时装周上 她一个狡猾 差点摔倒 旁边的向左 急忙英雄就美 一把将她搀扶起来 浪漫的爱情戏马还没有结束 他们又被邀请参加综艺节目最美的时光 这是一档亲子真人秀 郭碧婷和向左分别带上了父母 节目中 向太一口一个喜欢 让这档节目硬生生变成了相亲现场 此后 两个年轻人顺理成章地走到一起 接连登上我家小两口 女儿们的恋爱等节目 把恋爱过程展露人前 向太真的有那么喜欢郭碧婷吗 或许她不仅仅是看中了郭碧婷的乖巧 外表 隶属儿子向左的情史 几乎个个都让向太费尽心思 郭碧婷绝对是最有选择 向左爱上女星 黄婉配的那年 正值成关系的电脑硬盘泄露不久 黄婉派的姐姐黄婉君贺人在列 向太阻止儿子不成 忍无可忍 喊话黄婉配认清自己的身份 黄婉配认定了向下豪门 甩掉新加坡富商 坚定地继续向左恋爱 向太软硬兼施 逼黄婉配退出娱乐圈 安排她到自家公司工作 随后宣称儿子十年内不结婚 彻底将一对鸳鸯拆散 随后向左又爱上了 李懿待孩的王秋子 两人先斩后奏 直接未婚先孕 向太却不认 大着肚子的准而起 四处吐槽王秋子爱花钱 最后干脆把向左软禁起来 断到二人联系 王秋子与向太展开婆媳私逼大战 称呼向太大妈 又大骂向左是缩头乌龟 欠钱不还 与有钱有势的向家硬碰硬 自然没有好果子吃 最终他不仅没能得到一分钱 肚子里的孩子也去向成迷 郭碧婷与这两位前任比起来 则是省心又省力 自家清白 些许绯闻影响力很小 情商高会说话 什么事都哄着向太 依着向太 不让换发型就不换 不让和小时代众人再有交集 就听话的断绝互动 杨幂庆祝她结婚 她没有回复 杨幂生日也只有 她这位时代姐妹花缺席 实在是一个乖巧的儿媳妇呀 自从生了孩子以后 郭碧婷已经挺供在家带孩子 因为之前经常发一些伤感动态 还引起了大家的揣测 不过从镜照来看来 宝妈和老公幸福之呢 只是刚生孩子容易伤身悲丘嘛 毕竟向左可是好不容易追到郭碧婷 对她应该很好才对了 不知道郭碧婷会不会安心当好门贵妇 不再拍戏 最后祝福这一家子 和和美美一直那么幸福